塞德克巴莱这次红到欧洲去了 4日上周末布鲁塞尔漫画节的落幕 紧接着台湾的漫画家邱若隆受邀 在比利时漫画中心展出塞德克巴莱的手稿 以漫画的形式向国际介绍台湾原著名的历史 我们来自比利时的报道 40幅画作包括一些从未曝光过的手稿 在比利时漫画中心的长廊排开 一直称自己是塞德克女婿的邱若隆先生 把她的漫画献给了这个信仰彩虹的民族 这个民族最大的就是她的文明 用这个刺青刺上去 女孩子必须要绘织布 她才可以刺上这个 变成真正的人 塞德克巴莱就是真正的 男孩子必须杀过敌人 保卫家乡再开始种旅行 死了以后你才可以见祖先 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 虽然塞德克族的人民和他们的信仰 遭到日本人的践踏和蹂躏 但是邱若隆想要表现的却不是仇恨 这个主要在讲的并不是仇恨 而是我们要互相认识不同的文化 互相尊重不一样民族的信仰也好 习俗也好 如果大家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其实世界上不会有战争 这次画展将持续一个多月 新唐人记者李月潇然 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剧场 继续